图片的相片的这位呢是广州市的副市长叫做王东 他被公诉了发布这个消息的是正义网 这个挺有意思的可以这个分析分析研究研究 特别他的标题是这样的标题 曾说规划局权力太大 这个话说的有点这个头大呀 这个话能乱说吗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是上头没问题都是下面搞坏了 但有的人呢 他会说相反的一套逻辑 你这样你没有经验你乱说话 合适吗 好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正义网的报道 这个正义网说啊 呃正义网的记者 5月1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 原副市长王东涉嫌受贿罪一案 呃调查终结了啊 江门法院公诉 呃指控内容是什么呢 说是王东 利用担任广州市原城市规划局局长 广州市原规划局局长 这两个不是一个吗 广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简历是什么呢 这个简历是六五年三月出生 安徽肥东人 八六年参加工作 学历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 工学学士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我天 八一年 王东以全县高考成绩第一 分数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毕业后呢 在南京建筑设计院 河北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 九一年进入了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九七年 被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派到广州 任广州分院院长 因此和广州结员 嘿 历任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局长 哦 这个后面那个局长没有城市这个字 广州市规划局局长 这个是两个局 一个叫做广州市城市规划局 一个叫做广州市规划局 还有这么多的局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广州市副市长 是这个政厅级干部 广州市政府政厅级干部 这个啥 这个是啥职务 分管呢 教育 科学技术 外国专家 规划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住房和城堂建设 运输 交通 水务 文化 文物 广播 电视 旅游 体育 港务 林业 园林 等等 2009年的时候啊 时任规划局 广州市规划局局长 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输了工作难做 规划局 就是有罪的人啊 这个是人大常委会去去调研的时候 谁来干都一样 他说过去规划局的权力太大 管理台性也大 经常有开发商 行政部门 甚至个别领导来找 批了 就违反法规 要承担责任 不批 你又得罪人 规划局 是左右很难做 哎呀 你说这个事 他就是那个意思吧 就是说 我在这个职位上呢 我正常的干 我干不了 是吧 你得罪的人 你知道那些来的人都什么名头 你敢得罪吗 是吧 你又不敢得罪 那就得批 批了以后呢 就得好处 这个好处你敢不拿吗 就有点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安徽的 一个合肥的一个大哥 全县第一名 考进了清华大学 没想到走进了一种啊 左右为难的是非坑 就是这样 就是批了这个事 你不拿 恐怕也不行 等于那个批的那个人总觉得 批 就是来的人 拿着条子来办事 这个条子肯定 比较硬啊 你给干了 你干完了 你还不拿好 你什么意思 你等着 你小子就是你 他等于告诉那个批条子 你小子等着我有天收拾你 就有这个意思吧 他所以说你给的好处 我还得拿 这个大哥就是 这番话呢 想告诉人大代表 这是又说不出口 反正就说我左右难做呀 用了两个小时 论出这个 都被报道出来了 跟我一样啊 做农民工啊 大哥不就完了吧 那么报道 这篇报道呢 他这个标题就有点意思 那他这标题是 广州市原副市长王栋被公诉 曾说规划局权力太大 我以为这规划局 原来他自己就是规划局 他自己就说他自己权力太大 这个标题 就这个说法就让我很奇怪 我觉得你 太不成熟了 而报道的这个标题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那我就看这个正义网 因为是自媒体说的话 也不能乱转述 转述的是吧 我发现正义网 我一看 这里有这个正义网 传媒董事长总裁孙利 就是他们自己网页上的 这个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这个是什么呢 图片位置首页 2022年新时代数字检查 撒龙第二次唱 等于是这个检查机构 开了一个撒龙 沿着这个 就是这个正义网络传媒 是个公司啊 看起来也像个大自媒体 是吧 其实不是啊 就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再看这里 检查日报社 容媒体中心总编 正义网总裁孙利一行 来院调研 到哪里调研了呢 到 武昌到武汉 应该是武昌吧 武汉呢 到武汉检查机构的这个 武昌区 武昌区检查院党组书记 检查长 赵慧 啊 等等等等啊 什么 第六检查部主任 啊 及干警代表 就是正义网是什么的 就是检查机构的 就是 就媒体 就这个 啊 这个可了不得了 是吧 这个应该 比官 比一般的媒体 还有权威性吧 这个毫无问题了 是吧 我这是他报道 小编大哥 不要说我这个事 没出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